林心如频频登上热搜,可谓成了众师之地,而霍建华更是遭遇无望之灾,不少网友直呼,林心如这下子又给华哥添了不少麻烦。 霍建华结婚后与林心如十指相扣,广气的照片经常被传出,经常也有网友说霍建华如此爱林心如,这次关于林心如的舆论,霍建华是怎么想的。 不过霍建华的前任女友陈乔恩倒是很多人关心起来,霍建华和陈乔恩是在拍摄千金百分百的时候而结缘的。 霍建华曾在综艺节目上和陈乔恩说我保护你,看得出来霍建华真的是动了情,只不过两人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了。 据说结婚当天,陈乔恩还曾把自己灌醉,酷得稀里哗啦。 要说陈乔恩和林心如比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差,为什么霍建华宁愿选择41岁的林心如而不选择38岁的女神陈乔恩呢? 其实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半年而已,后来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,有人说是因为性格不合。 但具体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,分手之后陈乔恩开始到内地发展,两人似乎也再没有联系,直到再次合作笑傲江湖。 很多人以为他们会旧情复然,但霍建华在某次节目中被问及与陈乔恩的那段恋情,他是这样说的,我伺候不了他。 而前任陈乔恩听到之后只是淡淡的回应,你开心就好。 也难怪当再次同台,两人的表情都十分的尴尬,如今38岁的陈乔恩一点也看不出醉跃滑过的痕迹。 总感觉女神永远都那么年轻,其实还是单身圣女,希望未来的日子才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。 ! ! ! The world's on fire, no one can save me but you Strange what desire Foolish people do